中国是一个很神奇的国度 我为是一个中国人感到骄傲 别人不认可的东西 我们必须要强迫别人 强迫别人认可不行的话 那我们就打压别人 哈喽大家好,我是八九 在前天啊,中国的热搜终于登上了 五月底,黄仁勋在台湾公开谈到 台湾是一个国家的话题 讨论度高达一亿多 历经了整整七天左右啊 才报道耶 贵果是在半头七啊 是你们有什么资讯差 还是在飞鸽传输 消息太封闭了吗 不知道还是需要经过党审查呢 才能报道你们自己挑一个成人啊 而最搞笑的是什么呢 发起讨论的媒体仅有十家啊 而最大的那个媒体 还不是人民日报跟央视哦 而是观察者网 那观察者网呢 他就要求黄仁勋应该要给 所谓的大陆同胞一个说法 一个交代 虽然观察者网 他是有党支部在里面的没有错 但他并不是名义上代表 中共官方媒体的 像人民日报啊 央视啊 共青团那种 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啊 这次黄仁勋辱华事件啊 还是没有中共官方带头出来呛 对吧 连国台办啊 还有中国外交部都没出来讲话 而是经过讨论 让比较 明面上没有官方性质的媒体 去报道这件事情 一方面也让大家知道 黄仁勋在搞台独吗 对吧 一方面也维持出 中共官方与回答的合作来往的空间可能性 那最好笑的就是 小粉红先前不是集体帮黄仁勋找借口说 他说的country啊 是一个地区 是一个省 而不是国家 那好笑的就是去年魔兽来台湾的时候 他也是说country 结果被出征抵制 被骂爆对吧 中共官方也有出来骂 魔兽讲的country就是国家 黄仁勋讲的country就是地区啦 观察者网为什么 要认为这个country是国家呢 而不是跟着小粉红说的一样 哎 他是一个地区 请小粉红去出征观察者网 观察者网啊 心中有台独 所以看啥都是台独 对吧 而昨天我也为在韩国的中国朋友跟我说他去夜店的时候啊 展开了中台大战啊 双方都在花钱买版面 小粉红看到有台湾人来夜店玩的时候呢 马上花大钱把LED的看板买下 然后放上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诸如此类的标语 那台湾人看到就很不爽嘛 对吧 不甘失落的也花钱买回去看板 写什么 我们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台湾独立啊 台湾第一之类的 我只能说啊 最爽的是什么 韩国夜店嘛 而且啊 在韩国的夜店也有不少中国人当股东 投资 入股的 所以这种手段啊 我劝台湾人啊 你就不要砸钱去跟他们这样玩了 因为韩国很多夜店都是中国人爱去 而且中国人去那边一定会说什么 五星万岁中国第一 我这个中国朋友啊 他在韩国读书常常去这些夜店酒吧玩 诶很多都是这样子的啊 所以我劝台湾人不要去砸钱跟他们玩啦 虽然当下看了会很爽 但最后爽到的可能就是那些 中国的股东啊 赚台独的钱 但是啊 我在那些韩国的小部分中国朋友也是非常的气愤 说为什么粉红总喜欢逼迫台湾人去认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啊 是他们的祖国之类的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些对话 你看啊 我觉得台湾人真的好累啊 连去酒吧都要被大陆人这样欺负 在民主自由的韩国领土居然都发生这种事情 中国人要求所有人都闭嘴 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还有粉红在群组说 为什么可以出现台湾独立的这种字眼呢 然后还有这个小粉红在微信上说 老子不在韩国 在韩国直接找人把你们给打到S的 台独我S你S的S的 两颗导弹直接给你一瓶的 SSS 对吧 韩国这个夜店已经剔除了所有台湾籍的旅客 跟客人 我们带大家来听一下语音 中国是一个很神奇的国度 我为是一个中国人感到骄傲 别人不认可的东西 我们必须要强迫别人 强迫别人认可不行的话 那我们就打压别人 所以我也是非常多的中国朋友 对吧 分身在世界各地 我也去过中国啦 为什么没有爆发这种集体网路事件 说什么我爸就舔共 为什么有些人明明 他跟我一样只是去中国旅游 或者他也是有很多中国朋友 他却被直接舔共呢 那就看你认识的人群 他是什么粉红立场 还是什么小骂大帮忙 对吧 要看你认识什么人群嘛 看你去旅游的时候 是说了什么样的话 你是不是有讲到他们隐含的体制内的话 我也曾经说过 我第一次到上海 确实有被他们外滩那种高楼大虾的群 这样看到 但后来做了很多功课 也实际走上去 才发现 上海的物价没有台北便宜啦 有些还比较贵 而且很多大街小巷 会贴出那个招聘广告薪水很低啦 饮料店的物价 跟饮料店开出的薪水不成正比 他们当地的麦当劳 跟当地的肯德基 薪水跟物价也是不成正比 比台湾还招那么多 所以我们台湾的为什么评价购买力比他们强 看了一些数据才知道 上海的高楼大厦里面的企业入住率很低 在中国一些沿海地方 只要一个清台 热带地下来淹水半层楼一层楼 四月之深那种极端的封城 这边我就不需要再说了啦 所以不要把风向带人说什么 去中国旅游 就是会被打成中共同物人对吧 就是田工对吧 因为你自己踩了什么点 你自己应该清楚吧 不要自己射箭在画吧 像我今天得知啊 钟铭轩小弟弟的小红书啊 开了好像才没几天吧 三五天吧 好像昨天被检举下架不见了 那就很好笑嘛 有些小粉红说肯定是台湾人去检举的 好OK 那审查的单位是谁 小红书的审查单位在哪里 中国嘛 那如果是台湾人去检举 我们为什么不把他的 YouTube频道跟脸书 检举到下架 为什么反而是中国审查单位 有党支部的小红书 可以被我们成功检举下架 这不言而喻嘛 不要再说什么 哦是什么 所谓的台独去检举他 搞不好是你们小粉红自己去检举的 最终审查单位他有决定权 审查单位是哪一个国家的 有没有党支部 如果我们可以检举成功到YouTube上就下架了 不要跟我讲那些五四三了 影片到这里先来感谢一下 在本集的赞助商Subshock VPN 许多网站会限制特定国家地区造访 许多现场的转播也是如此 那只要购买Subshock VPN 就可以轻松切换你的IP地址 来解锁任何有区域限制的内容哦 内建的Clean Web 还可以享受干净的上网体验 让你不被广告打扰 同一个账号还可以在无限个装置上使用 让你在家或是在外办公的时候 不怕被駕客入侵 那这里也推荐他们旗下的Subshock Other 不但可以守护你的email 还可以保护你的个人ID 随时掌握您的个人讯息 阻止身份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窃取 同时也会保障你的信用卡安全哦 只要使用我们的优惠码 FarmTV即可享有专属优惠 订购两年放案 再送三个月的免费使用 如果不买E的话 还有30天内无条件退款 赶紧透过下方资讯栏 来了解一下设不像VPN吧 好我们回归正题 而根据彭博社的整理报导 美国科技三巨头 微软 苹果 挥达 他们的总市值约9.2万亿美元 已经超过中国所有的股市 不含香港 会不会太离谱了 美国只是丢出三家企业 就远超中国所有的股市加总 所以不要再跟我说什么 中国经贸啊 军事这方面比美国厉害了 真的不是一个级别的好不好啊 很多小粉跟舔共台湾人 甚至贪生怕死的那些人会说什么 中共军事很强啊 诸如此类的 在这个现代战争拼的是什么 战争经验 还有战争武器的考验度 诶 我这款武器啊 经过了实战经验的席底 不断的改进改良 但是中国没有这种实战改进的空间 但是美军的这种武器 拥有三五十年的历史改进进程 中国没有 而拼的也不是你 米面上看到的飞弹炸雷炸去 或是数量多寡而已 而更多的是他后面的军工体系 还有他的经贸体系 他的后勤补给体系 是体系与体系的抗衡 是工业体系跟科技体系的对抗 是综合国力的对抗 是盟友之间的合作互助 所以为什么看抖音可以看到 哇中国很强 30秒内让你看表面非常容易 但30秒内要你看内部细节 30秒内根本看不完 所以为什么需要有长片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亲中的都长什么鬼样子 什么朝鲜啊 俄国啊 阿富汗啊 叙利亚啊 国民党啊 那我们可以看到 中共海关给出了 5月的进出口数据 你们自己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分析一下 跟国务院公布的数据的交叉对比 我知道很累 但必须得这样看中国的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的出口同比增长了7.6% 而进口则是从8.4%跌落回1.8% 那5月的中国出口总额是3023亿美元 是2023年4月以来最快的成长速度 这个也是欧美一直在抗议中国的产能过剩 你出口到我们欧洲然后囤了一堆卖不掉的电动车在我们港口仓库 上次习近平出访法国的时候 法国总统跟欧盟主席都有提到 中国你自己要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啊 你不能透过白手套这样子乱搞啊 但习近平一意孤行 所以欧盟将在7月份跟上美国的步伐 宣布临时性的调整电动车的关税 从原本的10%临时调整为19% 而在2024年结束之前 有可能会把这个临时性调整的关税啊 变成永久调涨 那这就要看中共国有没有心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没有可能还会再加大调涨的幅度 那这也是我上个月说的 欧洲绝对会跟上美国的步伐去做关税的抵制 而小粉红上个月还在呛我 中国进口到美国的车才不到2%呢 美国调涨100%是自我催眠吧 对吧,洗脑美国人民吧 这就是粉红四眼嘛 上个月我早就说过了 5件意在佩公 美国5这个件意在欧盟要做出这个行为 欧盟是不是做了 做了嘛 所以每次小粉红预测的东西没有一项是准的 中国一堆代理人跑去欧洲成立公司 或是找欧洲的代理人对吧 然后呢自己买自己的产品到欧美一些国家 彰显中国出口的经贸成长数据是很棒 反观中国内经济内需完全拉不起来 所以出现了一堆什么 穷鬼套餐啊 几块钱的面包店啊 小城市的外卖员 竟然比消费外卖的人还多数倍以上 很多人都是在休息中抢单 中国还有些地方的大桥都被拉上了布条 或是一堆由守桥人来助手 为什么最近中国啊 太多人跳S啊 对吧 学区也太多了 我只能说啊 这都是旅游 你开不见的 这也不可能会是粉红立场的人敢说出来的问题 像在纳粹开战前啊 去德国旅游的人根本就看不到纳粹在对犹太人做什么行为 对吧 反而还说你看犹太人的数量是有成长的啊 你怎么会说我们德国人在消灭犹太人呢? 骗人的啦 而中国很多数据跟表面看到的东西啊 都要细细分析交叉对比嘛 例如中共自己报告过的啊 咱们中国经济成长5%以上啊 但是美国自己公布的只有2%耶 你不觉得很违背常理吗? 美国通膨经济热络内循环非常饱满耶 各种房贷利率啊 还款利率啊 还有各种各种的东西 涨都超多的 经济才成长2% 对吧 你中共国通缩 房市暴跌 银行断供 内卷原重 你跟我说你经济成长5%比美国多耶 当然你说这个中共数据造假吗?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他也不讲 因为他确实他统计了他想统计的东西 不想统计的东西他都没有统计进去啊 所以细项跟欧美完全不一样 再举一个之前也讲过的例子哈 中国青年失业率去年高达了21.3% 这是在集权国家自己公布的数据哦 要记清楚这个前提哦 而这个已经是撇除掉很多 他们可以撇除掉的数据 像是不列入乡村城镇人口 灵活就业人口他也不列入 只要一周有上班一天的他也不列入 还有在拍卖网站上 但凡一年有过一笔交易的我也不列入 而很多学校的辅导员 那在学生毕业之前 会要求他们在这个一些淘宝啊 或是什么京东一些平台啊 或是有那个转账记录啊 哎你卖了一个东西我给你转过去 然后呢他们把这个资料 从学校上交给地方政府 然后就说嘿你们一毕业就有工作了 因为你们有这种网路上的买卖交易 所以你们算就业人口 但事实上他就是失业啊 所以你看到的数据是21.3% 已经是美化过很多了 你说这个旅游去看中国 美食还好吃你看得到吗 看不到啊 你就会说你看 我来这家餐厅吃饭 还蛮多人的 谁跟你说中国经济不好 我们要把中共跟中国分开 问题是你要先去了解 中共是怎么运用这种数据去做假的 然后分析过后面你再跟我说 中共跟中国分开 你不要把中共 这个不是民主宪政体制的国家 当作正常的民主宪政体制国家来看好吗 在欧美的韩台湾 你看到的新闻报导都是什么 哦国内非常严重 非常萧条 但是你要知道在民主国家 如果报导的越严重 实际情况来说 远远没有比报导来的严重 那为什么媒体要故意夸大到那么严重呢 当然不免博眼球是第一个 第二就是让人民有所警惕 呼吁人民要出来关心政治 我们不要再往坏的情况下走 这个在欧美国家还有台湾都非常正常的 但是由集权国家 有党控制的媒体国家来说呢 他们是粉饰太平 假如有一天中共媒体不再催了 或是公布这种21.38很荒唐的数据 那你就要知道这个前提概念 它已经压不住了 所以你才可以看到这种很荒谬的数据 那实际情况远远比这个来的严重 如果你搞不清楚中共国跟西方国家 这方面的基本认知区别的话呢 那你就是看不懂中国政治 那你就是会变成一个有利用价值的白痴 像是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 肯定也会想压制负面消息 对吧 但不好意思啊 我们有其他公民团体跟媒体 可以批判你监督你 但是中国没有这种神经呢 所以为什么六四不让讨论对吧 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我不喜欢记得 一定要把我封锁 明天6月9号在自由广场1点半 将开始举办 停港返送中五周年纪念日的这个游行 大家有空的话可以一同参与 我是八角下次见了 拜